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人呢 该不会是又耍我吧 不错啊 我本来以为我被放鸽子了 没想到你虽然慢点 可还是来了 怎么 喜欢吗 要不来一只 你该不会是无聊的 让我上来陪你玩这个吧 不行啊 你要是没什么事 我先走了 站住 站住 你能不能别那么自作多情啊 你真以为我跟你演偶像剧呢 你放心 这些都是我等你的时候顺手折的 打发时间的 那你找我有事吗 我没事就不能找你了 没事你干嘛找我 我看你是不是故意在躲我呀 我躲着你干嘛 我又没欠你钱 没欠吗 你再说一遍 哎 行行行 欠 欠欠 满意了吧 真是的 一个大男人还斤斤计较 最近公司没什么事可忙了是吧 你老这样盯着我 有意思吗 是有点意思 对了 哎呀 糟了 我今天还得去接女士出院呢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哎 这 你急什么呀 你有什么事快点说我着急 这么不耐烦 没精调 不说了 哎 好了 我知道了 陆总 如果你以后真的是闲得很无聊的话 您可以养养花捉弄草 或者把把妹 总而言之干什么都行 只要不要再像现在这样捉弄我吧 好吗 我走了 等等 哎呀 又怎么了 一起去 给你 什么意思啊 虽然你这个人呢 平时毛病不少 但是心地还算不错 这个就算是谢谢你的礼物 收下吧 吃了 谢我干什么呀 还嘴硬是吧 空调是谁送给李叔的呀 是谁偷偷地把住院费交了 还转了VIP房 要说呢 每件事都应该好好谢谢你吧 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是我 好好好 不是你 都是天上掉下来的行吧 你就嘴硬吧 那你就当这个礼物也是天上掉下来的吧 好吗 收下吧 干什么 我最讨厌提拉米苏了 你说你这个人 心里有心结就想办法把他打开 拿提拉米苏撒什么气啊 你老装什么装呀你 你别自以为总能看懂我 我说了不是就不是 真麻烦 我走了 陆希诺 陆希诺 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喜怒无常 什么人呢 刚才还嘻嘻哈喊 说翻脸就翻脸 气死我了 刘玲啊刘玲 你这个人就是太热情太善良 李叔的事我又不能不管 看来我只有主动去探探李叔 不准 你要吓死我啊你 你又没做亏心事 你怕什么呀 你这个人有病了你 你刚才不是走了吗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想偷听我说话是吧 你不记得我在公司现在跟你说的话吗 以后没事别老捉弄我 那有事就可以捉弄你了 是吧 怎么跟你说话那么费劲啊 我也觉得跟你说话特别费劲 稍不信 拼紧 一定要拼紧 陆总 如果没有什么事 请回吧 你怎么知道我找你没事啊 你应该听说过狼来了的故事吧 应该知道吧 你觉得我被你撞弄过那么多次 我还会相信你吗 你可别后悔啊 我有什么好后悔的 韩国 双人游 什么意思 你是真笨还是装的 你不懂啊 你想约我去旅行 咱俩 你别想得太美好啊 这是我朋友送的 不去也是扔了 那你怎么不找别人啊 你怎么不找玉米人 他 他不行 他怎么不行 反正他就是不行 问那么多干什么呀 陆总 不会是你被人家拒绝了吧 我记得之前是谁说过 有身边美女如云 阴歌厌舞的 怎么关键时刻就被人家给拒了 好像你也不像你自己平时说的那样 魅力十足嘛 人家美女都娇贵得很 听说要去韩国天天吃泡菜 根本没人想去 我是百般无奈 知道你爱贪小便宜 迫不得已才找你 太好了 那我就确定以及肯定 这票归我了 知道跟我去韩国 就这么开心啊 你不是说你迫不得已才找我的吗 是啊 那就不要委屈了 既然这票是别人送你的 你就打仗卖给我 反正你也不想去 太好了 这事这么定了 天上标下一大项饼 直接找到我面前 秦诺君 万分感激 非常谢谢 我 我都还没答应呢 你别嘴硬了 我知道你这个人最表里不一 明天我会把钱送过去 谢谢 提拉米苏 真好吃 他们想找我做代言的话 具体多少钱我说了不算 得找我们领导谈 用你的照片你们的形象 为什么你说了不算 这就跟演员在外面拍戏一样 一集多少钱 演员自己说了不算 要找他们的公司去谈 那你得估计 大概多少钱 我哪知道啊 不过你放心 如果他们真的想请我去 去做代言的话 我们台里会派专业的人士 去进行品牌评估 不能说这个价格很公道吧 但也怕就不离时 咱就别操那个心了 爱多少钱多少钱 反正最后到我这儿 也没有多少 一定要放平心态 就当那个钱 不是我的 看来我这顺势人情 也做不成了 我问你啊 依你的观察 你觉得那个姓陈的 会不会心理变态啊 我看你才心理变态呢 人那是为了你好 看你最近心情不好 好不容易给你想说这么一办法 你说人心理变态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知人图报啊 你这人人怎么一点良心都不讲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既然喜欢我的话 直接跟我说不就完了吗 就算我不同意 又不会要了他的命 多大的人了 非得弄得扭扭捏捏捏的 犯人 人家不跟你说 那是人家不好意思 你知不知道 这男为情呗 你也跟一般人一样 你是明星 多高端呢 像我们这平头老百姓跟你在一起 有距离感 懂不懂 照你这么一说 我这辈子是甭嫁人了 是吗 你本来不是说你不想嫁人吗 那是因为没有遇见合适的 苏大腕 我就知道像你这种不分足 早晚得有个头 来 我跟你说 你如果真的觉得对人有意思的话 要不然 你就给人小小的暗示 没准人家就勇敢了 我说你没事吧 我又不喜欢他 我干嘛要暗示他呀 就算是喜欢 我也不会去暗示 连这点胆量都没有 我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啊 你就嘴硬吧 行 你不说我帮你说去 亲姐 你快给我打住吧 你可别去给我添乱了 万一弄得怪暧昧的 都不自在 有什么暧昧的呀 你别死撑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个人住着这么大宅子 就一个人孤独寂寞冷的 姐是女人 姐也懂的 是吧 鱼儿 我可是最懂你的啊 你放心 你不好意思说出口的话 姐帮你说 我可以挡在你面前 够仗义吧 嗯 仗义 我真没跟你开玩笑 我对那个陈鹏是一点那个意思都没有 你要是弄得乱七八糟的 你自己搞定啊 行 你不就嘴硬吗 不行我把他收了总行了吧 哎呦喂 刘大翘 没想到你也动摇了吗 进水楼台先得月 祝你成功 我踩死你 我踩死你 你是不是被陆西诺洗脑了呀 说什么呢 什么洗脑不洗脑的 要是洗脑也是我给他洗脑 洗他 你说 你对人家有没有那个意思 啊 你想知道 嗯 我告诉你 你怎么这么傻 怎么回事啊 就没一个靠谱的 我觉得吧 这么大个地儿 肯定有咱们合适的房子 那肯定 真的 刚刚那个地方太小了 就不用再仔细看了 我们的合同一定是最严重的 全台都一个标准 每一条肯定是公平公正合理合法 我知道我知道 我没有任何的怀疑 就是职业的习惯 一看到合同 忍不住多着问一下 别担心 有什么问题吗 啊 没问题 三方千字 我先来 我再强调一遍啊 苏月 仅限于平面宣传 而且每一张照片 每一句宣传语 都必须经过我们太理深考 不然绝对不允许公布 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 您放心 我们肯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珍惜保护好苏月的形象 保证健康向上 不健康的我也不拍呀 领导您放心 我一向是高标准言要求的 抗低俗能力超强 好 好 那我不打扰二位 先告辞了 谢谢 送送我们就在那里 好啊 送我到这儿就行了 我自己下去也可以了 等我联络好了摄影师 我再给你打电话 好啊 那您慢走 还有事吗 没事 我走了 拜拜 磨磨叽叽的 胆小如鼠的怂样 我有那么大距离感吗 说句喜欢我 我都不会吃你 一点都不勇敢 笨 活该你单身 领导 我这九九八十一难 到这儿也算是一战了吧 夸张了啊 哪来的九九八十一难呢 不许总带着情绪说话 那您就说 我帮您赚那几十万 算不算你帮我死扛下去的一个理由 算 必须算 频道天天喊着让我提高节目质量 但又不给钱 不增加预算 我怎么提高节目的品质啊 现在好了 不用他们钱了 咱们家苏玉自己挣回来了 谁还敢说要把你调走啊 谁说要把你调走 我跟她急 我挠她 对 必须挠她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还是钞票最管用 其他的什么都是浮云 妈 怎么了 还没睡呢 我这马上就睡了 我想借你的洗点水用一用 我的用完了 臭美 来 给你 你 你干 这 这是 这是什么呀 你不都看到了吗 你还问我干什么 你怎么能找人跟踪西诺哥呢 没错 是我找人拍的照片 你为什么这么做 我要不这么做的话 他陆西诺做的事情 我们会知道吗 到时候人家两个人亲亲我我的 你呀 还傻乎乎的在那痴心等待呢 可是现在知道了怎么办呀 你 你你除了让我面对这么残忍的真相 你告诉我 我还能怎么办呀 那就因为无法面对 所以你选择逃避吗 我不逃避难道我接受吗 放心吧 既然知道了 妈妈是不会袖手旁观的 我已经想好了 我会亲自找到陆西诺的妈妈 阿明 这一次妈妈一定会帮你 得到陆西诺的认可 坐稳她女朋友的位置 妈 你别再做无用功了好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西诺的妈妈也不是很喜欢我 行行行 别跟我说这么多了 现在无论你说什么呀 我是要这么做的 想想你跟西诺这么多年 现在眼看着啊 莫名其妙被一个野鸭特 把你的位置抢走了 我见不下这口气 什么叫我跟了她这么多年啊 我跟西诺哥又没怎么样 在时候我们拿什么立场去找人家 立场 就凭她西诺对你的承诺 对我们家的承诺 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我们是因为谁失去你爸爸呀 你又是因为谁这么多年 不离不弃一直守在他身边 现在他儿子做出这种事情了 他母亲也不应该管吗 妈 如果你要是真的为我好 这件事情我自己处理 你 你 好 刘玲 陈经理 怎么还没走啊 刚才公司有点事 我送你吧 顺路 不用了 我自己坐公车就行了 上车吧 我有点公事想跟你谈 好 怎么样 这次去电视台签合同 有没有跟苏月表达一下爱慕之情啊 公司坚固 你别开玩笑了 我哪敢 层次差太多了 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能这么想呢 既然你喜欢就应该表达出来 他同不同意是他的事 你说不说是你的事 苏月跟你提起过我 提过 不过他这个人呢 是不太愿意表达心思的人 我也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不过你放心 只要你努力 慢慢来会有希望的 女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嘴硬 心软 你别安慰我了 我自己啊 几经几两很清楚 还是别破坏这美感啊 反正这是你的事啊 煎熬都是你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凭缘分吧 来 喝瓶饮料吧 好 谢谢 拿着干什么 喝啊 我还不渴 你看你这个人啊 一瓶饮料很扭扭捏捏的 你这距离感 一点也不比苏月差 我以后啊 还得仰仗你的帮忙 这算是小小的贿赂 一瓶饮料不成敬意 好 对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不是说有工作上的事 要跟我说吗 对了 这份文件 你拿回去好好看一看 这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宣传部 做的几个比较经典的 策划存档 你拿回去好好研究一下 说不定对你那无锡的案子 有些启发 太好了 我最近就是因为那个策划案 头都快疼死了 一直没有想到一个理想的办法 这个我想对我应该有帮助 谢谢你啊 不急 慢慢来 好的点子都是灵光一现 有时候 也需要点缘分吧 有道理 谢谢你送我回来啊 你跟苏月的事 我会放在心上的啊 谢谢 谢谢 就等你这句话 好了 先走了 嗯 谢谢啊 好 好 好 我都要求他 大家好 好 来 你 好了 好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那你现在上来吧 好 谢谢 拜拜 好 谢谢 琉璃 你怎么了 不好意思 疼了 疼了一点 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不要紧吧 琉璃 琉璃 小心 来 steel 车 technical engineer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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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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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陆总 你怎么会到那儿 我有我的事 对了 你们俩刚才发生什么了 怎么会突然引导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他这阵子 工作压力太大的关系吧 着急着我给他那个宣传案 都没有好好休息 都怪我 怪我给他压力 逼得太紧了 小兴 你先回去吧 就留我就行了 陆总 那 还不快走 陆总再见 有事打电话给我 好不容易制造的机会 就这么黄了 医生 她没事吧 这个姑娘要自杀 自杀 她不可能 您为什么会这么说呀 她的症状不像是她身体本身的问题 她有点像是服用了大量 含有安定成分的药物 安定成分的药物 这话不能乱说 你得确诊 要想确诊就得抽血花烟 就得用仪器检查 这样你也别太着急了 她现在肯定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 她不是药物中毒吧 哦 不不不 她现在正在沉睡当中 身体的各项指标也还正常 等她睡醒了就没成了 而且我们已经给她用过药了 如果正常的话 再有个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然后你就把她带回家 好好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行 谢谢 好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rotate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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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 我要这个 好嘞 六十五 谢谢老板 也谢谢你啊 再见 再见啊 玉米 陈经理 你怎么在这儿啊 正好路过 买东西啊 我瞎逛呢 你这是刚从公司过来啊 不是 跟陆总去医院处理点事情 你们去医院干嘛了 也没什么事 你别 别多想 我别多想 我多想什么呀 不会是新诺哥出什么事了吧 不是不是 他挺好的 吓我一跳 那你们去医院干嘛了 真的没什么事啊 你看你 还不能跟我说呀 没什么事 你藏藏爷爷的干嘛 就 就我们公司一个女同事生病了 我跟陆总啊 一起把她送到医院去 那 那新诺哥现在人呢 好 陆总在医院照顾她 让我先回去 陆总体恤下情 让我先回去休息 还 还体恤下情呢 那女同事是谁啊 就我们部门新来的女同事啊 特漂亮的美女 琉璃 对啊 你也认识她 哦 还不太熟 哦 哎 你要去哪 我上那一段 哦 哦 我不用了 我家就在附近 我走几步就到了 那我先走了 哎 哎 陈经理 还有什么事吗 嗯 那个 他们在哪家医院啊 哦 就我们公司体检的那家医院 你要过去啊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问问 好 那我先回去了 好 好 啊 哦 你 壞我的好事 陆希诺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玉米那点破事 喂 你醒了 这多少 那十二 我又不是傻子 不就怕你变傻吗 这是哪儿啊 这是医院 我怎么会在医院呢 菁姐 你不是失忆了吧 你才失忆了嘛 可是刚才我不是在家里嘛 真不爱在我们家呢 你怎么在这儿啊 是我们两个一起帮你送医院来的 她先回去了 干吗拉着我的手啊 放开 来 慢点 来 慢点 怎么样现在感觉 头疼啊 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 我怎么觉得身上都轻飘飘的呀 我不会在做梦吧 你是在做梦 你干什么呀 还会疼啊 废话 那你不是在做梦吗 我就在做梦 我也不会梦到你啊 哎 我说你这人 是不是老还说反话呀 你八成是做梦 能梦到我啊 知道我 哎 你这人也知道点知恩图报吧 我是救你的人啊 我在这儿陪着你一个晚上 你不说声谢谢 你至少态度也友好一点吧 好 谢谢你啊 谢谢你救了我 谢谢你老板 可以了吗 我被送到医院 医生没有说我到底怎么了 他说你啊 要不就累了 要不就困了 要不就吃了或喝了什么 不该进嘴里的东西了 什么三流医生啊 说得一点都不靠谱 甭管对不对 医生说只要你醒了 就没事了 干吗呢你 你还 你还 你扶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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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呢 我推走不了 说什么呢 谢谢啊 行 不客气 扶我 快点儿 快点儿 来 我让你扶我 谁让你抱我了 怎么事这么多呢你 抱好了 走 来 慢点儿 其实你这个人 仔细看看 应该也不是非常阴暗的那种 当然 我就算是表面阴暗 我内心也是阳光型的 哎 哎 其实 能有个男人的肩膀靠一靠 也是挺好的 当然 再早坚强的女人 也都有脆弱的意念 是 落难的时候 都希望有一个男人的肩膀 做依靠 这个时候 柔软一点 不丢人 不丢人吗 这不算 举止轻浮 绝对不算 也是啊 人一生病 不止身体脆弱 内心也虚弱着呢 那就别硬撑了 你尽管靠过来 我让你靠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为什么我心里想什么 你都知道 差不多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猜的 猜得这么准啊 准吗 准得有点神人 这 可不可以叫心有灵犀啊 当然不算 好 薛董哥 月明 怎么会到医院来啊 我有点不舒服 所以来看一下医生 你哪不舒服啊 严重吗 没事 西诺哥 玉米小姐 我今天刚好不舒服 然后陆总 送我到医院 我们 没什么 你别误会啊 没事 我没误会 西诺哥下来对下属都挺照顾的 你别多想就行了 是吧 西诺哥 算是吧 只要你别误会就好 这会有什么好误会的呀 你想太多了 你这样说的话 反倒让西诺哥误会我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陆总是我的领导 我特别尊敬他 我特别尊敬他 我们真的没什么 我不就带你看个病吗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呢 我特别尊敬他 我的意思是 我特别尊敬我 我特别尊敬他 我特别尊敬他 我可以尊敬他